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40岁的中国女排奥运冠军,冯坤,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孩子,这件事情在泰国排坛引发了强烈的关注。 近日,泰国女排努特萨拉、奥努玛等人,集体前往医院看望冯坤和孩子,这个大家庭喜乐融融。 冯坤是中国女排黄金,一代王牌二传,家提鹏更是泰国女排历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,被赞誉为泰国排球教父,两人这段跨国婚姻,可以说是中泰排球界津津。 乐道的一件事情,冯坤远嫁泰国,如今又在泰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,可喜可贺,而泰国排坛对于此事也相当重视。 泰国排协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后,很快闲去采访祝贺,而泰国女排队员集体来看望冯坤与小宝贝合影,更是让这个家庭看上去非常温暖。 关注女排的球迷都知道,泰国女排近些年有一批黄金一代,而这批黄金一代,像集了中国女排冯坤,为代表时期的黄金一代。 但,他们不仅长时间并肩合作,而且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,感情还非常好。 作为黄金一代曾经的领军人物,家庭朋友像集了陈忠和,他与弟子的关系都非常好, 因此这样的泰国女排,一直都是中国女排球迷非常欣赏的对象,虽然不是咱们的主要对手,但也将泰国女排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,他们统一的标签就是热爱排球,值得尊重。 这一次,泰国女排将帅席聚一堂,队员们抱。 这小婴儿其乐融融,非常幸福,显然这是泰国排谈的一件喜事。 有意思的是,或许现在中泰排球迷都关注的一个问题,那就是冯坤的儿子,将来如果选择排球, 那么将为中国效力,还是为泰国效力呢? 值得一提的是,冯坤的恩师陈忠和曾调侃,如果生了孩子,以后男孩可以去泰国男排,而女孩子的话,当然是去中国女排了。 或许未来如果这位会写儿选择排球,有望成为泰国排谈古宝级人物,呢?